脚崴了 冬魂 今天算你倒霉 给老子挡回人证 报告队长 讲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 临安国道的一家花工厂 恐怖分子躲进了工厂的控制室 工厂内安装有炸弹 数量不明 他刚引爆了其中的一颗 炸毁了配电视 整个工厂失去了供电 恐怖分子有什么条件 他要求半小时之内 将他哥马鸣送来 不然他会引爆整个工厂 马鸣 就是你们现在抓的 那个恐怖分子 好 收到 你们先回去 这里太危险了 这里交给我们来处理 如果花工厂爆炸 会怎么样 计算机模拟显示 化工厂一旦爆炸 将造成周围大面积污染 死伤巨大 李思思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他 不要刺激他的情绪 告诉他 我们正在把马鸣押送过来 是 陈浩哲 通知当地公安部门 立刻收散重建群众 联系防华部队请求支援 是 陈队长 陈队长 我是蓝三省运突击队陈浩哲 向您通过工作 请你们立即收散群众 并帮我们联系防华部队 请 下面情况 恐怖分子被我们包围在前方 一百名左右的树丛里 是否需要改变作战计划 等不及了 我进去看看 队长 前面熟灵太密 而且恐怖分子有枪 一旦遇到 就是面对面 不好处理 还是我去吧 我跑得快 我去 让我去 至极明练 别打我 别打我 闭上那嘴 再哭再打死你 我 你干吗呢 我都是 家 都是个娇猫呢 你别杀我 你敢骗我 我当时现在打死你 你那家人被让我抖 我 我太害怕了 而且 脚崴 别动 把手推起来 脚崴了东岭 今天算你倒霉 给老子挡坏人质 起来 别撤 你 啊 啊 放下五千 把手推起来 举个套进 报告 至极恐怖分子一名 怎么是你啊 谁让你善离之守的 报告 我不想离开蓝电 你打的 那能还有谁 我这是用实际行动 证明给你看 我只看到了个人英雄主义 我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队长 您把我留在蓝电 还是有用的 我还是能够提升蓝电 战斗力的 赶快把它带到 连岸国道化工厂 啊